佳能R720是目前很受欢迎的半画幅无反相机 但是很多信任朋友发现买了相机之后 没有合适的镜头可以用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会站在初学者的角度 帮你详细的梳理一下这两台相机的镜头选购策略 同时也会推荐几颗我认为非常值得购买的镜头 开始之前记得点赞收藏这个视频 方便你后边快速查阅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镜头选购思路 佳能的半画幅无反是有专用的RF-S镜头的 而且佳能未来一定会更新更多的专用镜头 所以建议大家优先的选择购买RF-S镜头 因为这些镜头的体积小巧价格也便宜 是最适合用来搭配佳能的半画幅无反使用的镜头 如果目前的RF-S镜头无法满足你的需要 你可以考虑购买佳能的全画幅RF镜头 只不过焦距要乘1.6价格也会更贵一些 好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升级到了佳能的全画幅相机 你的这些RF镜头都可以直接的去使用 最后一个办法是购买佳能单反上的EF镜头 但你需要额外的购买一个这样的转接环来安装镜头 安装之后体积也会变得更大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也不是很推荐大家去购买全新的EF镜头 所以转接这个办法我觉得更适合那些手上已经有一些老的EF镜头的朋友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RF-S18-45这个套头 这个镜头从参数上看是比较一般的 等效选强风的焦距是28-72 广角端拍Vlog会有点窄 而且它最大的光圈只有4.5还不是恒定的 但我还是推荐新手朋友们购买这个镜头 理由有三个 第一是它的体积小巧编余携带 这个对于外出拍摄非常的重要 第二是焦段能够覆盖日常的使用 通过使用它可以让你弄清楚你最需要的拍摄焦段是什么 最后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对于预算有限的朋友可以先用这个镜头作为过渡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足 同时对镜头的体积和重量不是很在意 我会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买RF-S18-150这个镜头 相比套头它的最大光圈提升到了3.5 而最大的焦距达到了等效全画幅的240毫米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拍近在眼前的人 还是拍远处的风景动物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俗称的天涯镜 也是我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镜头 如果你讨厌来回换镜头 出门只想带一个镜头 选它就可以了 佳能的全画幅镜头里边还有一颗RF-15-30 这个镜头装在半画幅相机上的焦距是24-48 视角会比前面推荐的两个镜头更宽一些 但这个镜头的光圈比较一般 重量不轻 价格还贵 所以只供大家参考一下 并不是特别的值得推荐购买 前面推荐的几颗变焦镜头虽然用起来方便 但是它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们的光圈不够大 所以如果你的拍摄环境比较暗 或者说你想要获得更好看的背景虚化效果 就需要购买一颗定焦镜头 下面就给大家推荐几颗我认为非常不错的定焦镜头 首先是RF-16mm f2.8这颗超广角定焦镜头 它装在半画幅相机上的焦距是25.6 要比套头的视角更广一些 可以勉强作为一颗vlog镜头使用 同时它非常适合放在你的面前 用来拍摄aero镜头 因为光圈比较大 也可以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背景虚化效果 体积小巧 价格也不贵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镜头不支持防抖 拍视频的话只能依赖精神防抖 或者是数码防抖 第二颗定焦镜头是RF-24mm f1.8 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颗定焦镜头 等效的焦距是38.4 接近35毫米 这个经典的人文镜头焦距 非常适合作为一个挂机镜头使用 这个焦距可以胜任的题材非常的多 可以拍摄镜物特写 可以拍人 可以拍建筑 也可以扫街 它甚至还有一些微距摄影的能力 而F1.8的光圈可以保证你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都有很不错的成片质量 以及背景虚化效果 这个镜头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一点点贵 但是相信我 它的画质表现对得起这个价格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定焦镜头是RF 50毫米 f1.8 这个镜头相比前面两个 使用的范围会稍微窄一些 因为它等效的焦距达到了80毫米 你需要离拍摄物体稍微远一些才能进行构图 但这个镜头可以给你更夸张的空间压缩感 非常适合用来拍摄镜物特写或者是人像 而且它还有一点点微距摄影的能力 体积小巧 光圈大 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全新也只要1000块钱左右 如果你喜欢拍人或者是镜物 那这个镜头强烈推荐 标准变焦镜头以及定焦镜头 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的拍摄需要了 但还有两种特殊的镜头可能大家会需要 第一种是微距镜头 就是可以把一些很小的物体拍到很大的镜头 那我会给大家推荐佳能的85毫米 f2这一颗 等效的焦距是136 最近对焦距离是0.35 可以有0.5倍的放大比率 支持防抖可以给你非常夸张的特写效果 当然这个镜头也可以作为一个人像镜头来使用 那另外一种镜头是长焦镜头 其实前面给大家推荐的18-150 已经可以作为一个长焦镜头使用了 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远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佳能的24-240 这颗超长的变焦镜头 等效焦距是38-384 支持防抖 原来拍摄野生动物 鸟类甚至是月亮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个焦距还是不够远的话 重量仅为3140克的佳能RF800定 了解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适合佳能2720使用的拍摄配件 这些配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淘宝店 极地手机淘宝店来下单购买 首先是我自己在使用的这套VLOG拍摄套装 它包括一个可以伸缩折叠的手持三脚架 也可以用来把相机放在桌面上进行拍摄 一个可以调整色温的便携补光灯 保证你可以在暗光下也能拍到清晰的画面 以及一个直向性非常好的麦克风 让你可以在各种操达的环境下 也能收到清晰的声音 除此之外 我们的店铺里还有适合佳能2720使用的 副场电池 落地便携三脚架 领夹麦克风 无线麦克风 以及补光效果更好的桌面补光灯 我们最近还上架了一款非常好用的 摄影单件包 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上面这些产品 我们都是以厂商允许的最低价进行销售的 而且都有非常好的售货服务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淘宝按店铺搜索极致手机来找到我们下单购买 最后也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店铺的支持 因为是大家的支持 才能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做这些中立的相机评测 以及这些面向新手的视频教程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虽然前面给大家推荐了许多镜头 但你会发现还是会缺少两类很重要的镜头 一是超广角变焦镜头 二是大光圈的标准变焦镜头 这两类镜头目前在佳能2720上 确实是没有原生的镜头可以使用 只能等佳能后面的镜头更新 但如果你等不及想要使用这类镜头的话 有一个办法 就是转接佳能的单反镜头 那你首先需要购买一个这样的镜头转接环 这种转接环目前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最简单的转接环 一种在转接环的基础上加了控制环 还有一种是可以在转接环里边去插入滤镜 来实现对光线的控制 我会建议大家买最便宜的转接环就可以了 而且买二手的就可以 因为这种转接环的结构比较简单 也不容易坏 我这个就是花了680块钱买的二手的 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当你有了这种转接环之后 理论上你就可以使用佳能所有的EF 或者是EF-S镜头了 但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优先的买RF镜头 关于EF镜头 我这里有两颗给大家推荐 首先是EF-S10-18这颗超广角变焦镜头 等效的焦距是16-28 是目前最适合用来拍Vlog的一颗镜头 因为它真的超级的广 它的体积只有240克 带防抖 价格只要1600块钱左右 当然除了拍Vlog之外 这个镜头也可以用来拍摄建筑风景或是星空 那另外一颗镜头 就是被称为半画幅镜黄的 适马18-35F1.8 这是一颗横定大光圈的变焦镜头 光学素质一流 支持自动对焦但不带防抖 支出的画面非常的锐利 怎么说呢 如果你买了这个镜头 前面我推荐的那几颗定价镜头 你都不需要买了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 但这个镜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大 非常的重 重量达到了惊人的800克 那加上转接环之后 就奔着一公斤去了 所以如果你对画面有极致的追求 同时体格健壮 可以考虑一下 试马的这颗健身器材 啊不对 健身镜头 这是这个镜头录Vlog的一个视角 防抖我还行 但是太重了 我现在是手托着这个镜头在拍摄 太重了 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分钟 那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所有镜头了 为了方便大家的选购 我还专门制作了一张详细的参数对比表格 汇总了我今天推荐的所有镜头 那我会把这个表格打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那制作今天这个视频 真的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钱 去购买镜头拍摄镜片 所以如果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一个赞 分享给需要的人 非常感谢你 那因为我这期视频的主要重点是镜头的推荐 其实没有展开太多 所以如果大家对我分享的某一个镜头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如果有哪些好的镜头被我漏掉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我后面也会专门再做视频 那未来佳能会更新的RF-S镜头 我也会尽量买来给大家做视频 随着佳能镜头群的不断更新 我也会每隔一到两年再次更新这个系列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后边的内容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张我画的图 这个基本上代表了我选镜头的思路 也就是取舍 因为没有一颗镜头是完美的 只有你想清楚了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才能买到那个让你满意的镜头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吉地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